2022年,蛮多男演员都凭借演技走进观众视线,如灿烂绝让王河帝,洗脱烂演技骂名,现在灿烂更让无垒奠定地位。 很多男演员都是有颜值就没演技,而有的演技好,颜值却不高。 最近微博有网友热议,那些颜值与演技共存的男演员,活哥前五都排不上,肖战被心境流量吊打,刚出到的他演什么像什么,最后一位更是无人能超越。 颜值与演技共存男星10.胡哥 即颜值与演技于一身的男星当然少不了胡哥了,胡哥如今在许多剧迷心中的地位已经是无人能比,从早期的《仙剑奇侠传》系列再到《狼牙榜》,他创造的经典角色数不胜数,被视为古装仙夏剧男神鼻祖。 尤其是《狼牙榜》让胡哥的声势到达最高点,剧度播完七年了,到现在依然是网友最爱重刷的电视剧之一。 而今年,胡哥也在县力剧《县尾大院》演出县尾书记《梅小哥》,很多网友一看的剧照都吓一跳,想说胡哥怎么变这么老了。 其实,胡哥是换了老装,他在剧中的表现也得到网友好评,演什么像什么。 颜值与演技共存男星9,谭剑次。 今年,谭剑次凭着悬疑剧《烈嘴图鉴》引爆话题,聚集播出期间频繁能热搜,聚集下线后,热度依然是居高不下。 人气直线上升,微博粉丝数倍数倍的增长,资源也是明着进来。 大家是因为烈嘴图鉴才发现谭剑次竟然这么帅又这么会演,真的是宝藏男星。 草红后,谭剑次官宣加盟杨子主演的古装剧《长相思》,虽然不是男一号,但大家对此的关注度一点都不比男一号少。 而且,谭剑次的古装很好看也,超级适合。 另外,谭剑次还搭档周也主演了都市甜宠剧《很想很想你》,这部改变自莫保飞保的小说,他小说改变的IP剧几乎都自大流量。 大家都看好,2023年,谭剑次能在网上再火一把。 网评,颜值与演技共存男星8,李线。 2019年,一部《亲爱的热的》让李线爆火,成为大家的线男友。 不过李线没有很想走流量路线,爆火之后,李线只拍了《人生肉肉初见》一部电视剧。 不是没资源,而是他挑剧本,挑得很严格,似乎更想往实力派电影演员发展。 所以,爆红后,陆续拍了《古董局中局》《中国刑警》《三个字》等电影,甚至自套腰包,投资拍了迷你剧,剩下的11个。 李线的颜值不用多说了,而他的戏路也很广,更可过的是,在爆红之后,还能一直跳出出视圈,演出新的角色。 今年,李线睿违三年,终于又接下了电视剧。 他将和刘亦菲合作《田园治愈系爱情剧》去有风的地方。 这对目测已是2023年的王炸CPR。 颜值与演技共存男性,七,朱一龙。 朱一龙也是网友公认有颜值,有演技的男性之一。 早年,他在很多影视剧客串过配角,虽然颜值高,但都没有红。 直到2017年,终于以单改剧《镇魂》一息爆红。 走红后,朱一龙也没有飘,依旧踏实拍戏。 2018年,他在影电视剧《知否知否,云是绿飞红兽》,饰演小公爷齐横。 虽然是男儿,但他与赵丽莹话剧反应十足,风托比男主角冯绍峰还强眼。 接着,朱一龙仍持续拓宽歇路,陆续出演谍战剧《叛逆者》,都市创业剧《北折南原》。 今年,朱一龙主演的电影《人生大事》上映后也是备受好评。 朱一龙更凭此剧,一举拿下金鸡奖最佳男主角,大大的超越其他同龄男性。 颜值与演技共存男性六,肖战。 肖战是公认偶像歌手转型演员很成功的一位,许多人都认为陈情令能火,很大部分就是演员的角色诠释。 肖战在剧中的演技非常有层次,从前期的潇洒可爱小屁孩到后期黑化的风批魔王,眼神转变让人看得是气气鸡疙瘩,演技真的很好。 肖战后续又有《庆余年》《斗罗大陆》《余生请多指教》等剧,演技都获得肯定, 尤其是《斗罗大陆》《好演技》登上热搜。 他的角色诠释能力也非常强,表演并不呆板,流量明星往往给人烂演技的刻板印象,但肖战却坚固了。 颜值与演技共存男性五,白静庭。 白静庭也是演技好,形象家的男性之一,他的演技其实算不上非常的纯属,在一些场面还是会暴露缺点。 不过,与同龄男性相比,白静庭的表现其实已经很不错了,演技不让人出戏,让有代入感,颜值又高。 白静庭今年播出的两部剧《开端》《青青日常》都小火了一波,开端的网播量突破24亿,是2022年开年小爆款。 而《青青日常》虽然没达到现象级的火爆程度,但在热播期间,凭借优秀的剧本创下相当高的热度。 两部剧口碑都是相当的好,《青青日常》在豆瓣有7.1分,《开端》评分更逼近8分。 张星成和吴磊刘浩然一样,同样是《九五后》,他也是形象相当的清新,颜值高,演技好,路人员相当棒的男明星。 张星成的代把作有更多,校园剧《你好就时光》让张星成創红,后续《大宋少年制》变成你的那一天,以家人之名,到今年的《天才基本法》,统统都是有效播剧,日度很高,张星成的演技也获得一致好评。 张星成算剧一部接着一部的拍,但他每一部剧都能够保持高质量,而且他接的剧都是好剧,制作团队都是品质保证,且题材广泛,角色塑造力很强,戏路又百变。 像是《变成你的那一天》,张星成就不过形象演出了《男儿生,女儿魂》,这一部是老套的男女互换灵魂的故事,却因为张星成超精彩的表演亮脸十足,他真的是个戏精啊。 颜值与演技共存,男性三,刘浩然。 1997年出生的刘浩然有国民弟弟的称号,知名度很高,他和无论一样都是形象清晰,演技又好的实力派。 刘浩然拥有多部高知名度代表作,而且是电影电视剧,全面开花。 电影部分让刘浩然成出名号的是唐人街探案系列,三部的票房都是相当亮眼,第三部票房甚至冲破45.23亿人民币呢。 电视剧方面,刘浩然的作品质量也很稳,和谈松运和松的校园剧《最好的我们》,在豆瓣上开出了8.9高分。 首部古装《狼牙榜》之《风起长林》也是正面好评。 背负着《狼牙榜》续集的压力,刘浩然演的男主萧平金备受肯定。 刘浩然与其他的《九五后》小声不同,他主要以电影为主,接下来他还有《平原上的火焰》《燃东》多部电影代播,是很受看好的年轻小声。 言之于演技共存,男性二,任嘉伦。 任嘉伦的演技是获得广泛认可的,在剑意之下演活了霸道柔情的路易,演技肚子上热搜。 当时任嘉伦眼神还成为了热搜词,在剧中演出了N种层次的眼神。 而去年周生如故,任嘉伦再次率出新高度,靠着天生的魅力和成熟的演技,成功塑造角色,让大批网友全入坑。 今年,在与军出相时,任嘉伦则是挑战了娇人,前期单纯天真,后期霸道无比。 任嘉伦演出了前后的反差感,任嘉伦的戏感一直都很好,好演技为他搜挂了大批的粉丝。 他演的每个角色都太有魅力了。 颜值与演技共存男性一,吴磊。 吴磊是少数美长残,演技实力还很好的童性。 果密度很高,先前吴磊就以长歌星等剧证明了自己有担任一番大男主的实力。 而今年,他更以西韩灿烂证明自己的实力。 西韩灿烂,无论是播放量或口碑,各方面表现都非常亮眼。 这部剧也让吴磊确立了九五后小生前段班的地位。 吴磊出道多年,戏路相当百变,早期带上蓝牙榜可爱的小飞流。 如今,在长歌星,西韩灿烂已经可以挑战比较成熟的角色。 完全从男孩长成男人,魅力十足。 很多人都称赞吴磊的演技,超越年龄,非常纯属。 中国影视数据观察的权威机构德塔文也认证, 吴磊是当之无愧的九五后小生,Tope。 年纪轻轻,有颜有演技,真的厉害。 好了,以上就是网友票选出的十位研制演技共存男星, 你最看好哪一位呢? 那么好,çek吧吧! 感谢观看